国民党中常会5月15日终于拍板定案 通过2020总统初选办法 为韩国瑜参选解套 但是看起来令蓝军兴奋鼓舞的消息 后面却似乎暗藏杀机 原来背后有人开枪 是真的 高雄市长韩国瑜参不参选2020 其中有几个重大时间点的变化 当初让人猜不透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今从一路走来的过程来看 似乎都跟国民党的内斗有关 韩国瑜离美返台刚下飞机 顺眼惺忪的或许说出了真心话 是否竞选总统 蓝绿阵营都聚精会神注意 韩国瑜在数日之后 却抛出了五点声明 并且提到了权贵说 或许事出必有因 纷纷扰扰的局势 不免让温和的李嘉峰感慨良多 我觉得很感慨啊 真的很感慨啊 我是觉得党装现在都要太对 你怎么期待 不少我觉得人跟人的交往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单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 这是真诚啊 背后被开枪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在应付绿营市议员 荒腔走板的直询 加上网军铺天盖地的抹黑 已经疲于应付的韩国瑜 现在还要转身面对 同党同志的暗算 令一般庶民物理看花 搞不清楚国民党的上意 我们这些百姓就是觉得 在背后放冷箭 我们不爽 最近一段时间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陆续释出的讯息及起手势 或许已经可以看出 是联合次要竞争者 打击主要竞争者的打韩策略 先是批评韩国瑜高雄办公的说法 再来否定韩国瑜上任四个月的政绩 让蓝营支持者搞不清楚 是蹭韩还是打韩 高雄市的市长当选 当选没有做什么事你看 好像高雄发大财 我不会在那跳针一直来讲 发大财发大财 他说他是政治的新鲜人 你们相信吗 他们才不是政治的新鲜 我才是政治的 我不会在那跳 我这一直在讲 发大财发大财 再加上好友杨秋新发表 支持韩国瑜就是诈骗集团的说法 更让韩粉一头雾水 这一连串的动作 已经将国民党严重分裂 让人不禁怀疑 这一场党内斗争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权贵与庶民夺得正统的征战 原本已经有优势 在2020重新拿回政权的国民党 在党内初选之时 却已经分裂 互相消耗 让柯文哲和民进党暗中窃喜 在民进党及柯文哲的夹集之下 国民党2020想要重回执政 已经变成一条艰险道路 美国每天电视在洛杉矶的专题报道